各位先生女士,你们最爱的系列又回来了 没有错,看到标题就应该知道我今天要来让各位饱餐一顿了 以免你不知道就在去年 1926年出版的可爱小童书《小熊维尼进入公有领域》 也就是在一个作者去世70年后 全世界所有创作者都能自由使用他作品之中的角色 发挥自由奔放的艺术 而尽管迪士尼一而再再而三试图延缓他们旗下的IP进入公有领域 无可避免的《小熊维尼》还是放弃了苏联国歌成为大家的东西 而在这样的自由之下就产生许多美妙的作品 像是... 呃... 《小熊维尼 歇与蜜》 没有错,《小熊维尼》现在变成月光光星荒荒那样的虐杀片反派了 我的天哪,我们到底做了什么 已经有超过一年没有厌世了 为什么要这样逼我 大家好,我是超粒坊 I don't...I don't really like movies 感谢点净... 你知道吗 我今天已经不抱着感激的线了 订阅不订阅随便你 我是谁,我在哪里 蜂蜜是大自然赠予的超级食物之一 能够抗氧化又不会像一般糖分让血糖飙高 有助心脏健康,帮助伤口愈合 有时候也能减缓咳嗽 但是在这部电影之后,我此生 原本超低的C级恐怖片 他在两年间拍了将近50部片 其中包含千古流传的好片《杀手圣诞树》 或者是有钱人为了娱乐而让可怜无辜的人被恐龙追捕之类的 你知道的就是那种奥斯卡等级的艺术家作 现在他终于进入他生涯的巅峰 推出小熊维尼邪与谜 这部电影开头 模仿小熊维尼动画的经典童书开场 我们回到白母森林 不过这些动物不再是可爱的拟人化动物 而是某种奇异的混种生物 起初看起来和乐融融 Christopher Robin仍与他们成为好朋友 但是 在他离开这些小动物去读大学之后 这些小动物就只能孤零零地留在森林之中 跟废物一样无法自己找食物 个个变得受骨淋寻 只好吃掉同类 驢子伊尔就此丧命 这样吃同类的行径 让他们彻底失去神智 发誓要向Christopher以及所有人类复仇 于是就这样踏向了杀戮的不归路 在这之后时间快转 我们看到Christopher带着他的未婚妻来到白母森林 顺带一提 这部电影里面所有人演技都很烂 但是这个未婚妻根本就跟梦游一样 几乎是无意识的念自己的台词 看不到任何情绪起伏 就好像导演从路上抓了一个发广告单的人来演戏一样 在森林中建走两个小时之后 未婚妻的鞋子仍然是纯白的 这是什么品牌 他们就居然不小心走到Christopher小时候跟动物们玩耍的地方 Christopher在这里看到奇怪的祭坛骨头 根本不属于这里的建筑 以及装满血的罐子之后 完全不为所动 只是静静地说 啊 维尼这些年来你怎么了 好似在翻阅一个成年的相簿 而不是看到森林中的恐怖影帝一样 更有趣的是这两人还决定继续深入调查 直接走进建筑中 维尼在此时刚好回家 两人躲起来等几个小时之后 终于决定离开 此时小猪却突然跳出来 用铁链勒住Christopher的未婚妻 就在这漫长的一分钟里 只见一旁的Christopher不断恳求 完全没有要解救的意思 就只是伸出手跟跳针一样的问小猪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没有错 他相信友谊的力量 就会让自己的未婚妻征途着铁链 而且这整段还是毫无眼泪的哭喊 感觉其实也不是特别上限 在未婚妻死透之后 他也没什么反应 而维尼也现身了 不断说拜托不要这样 我当初不该离开的 既然你都知道是因为你离开 才造成这样的结果 为什么还有一致问为什么 两只扭曲的动物 就这样包围Christopher 画面转黑进入片头动画 没有错 我们的苦难才正要开始 不过我还是希望各位 能够亲自体验一下这部神作 所以我这次就不做 从头到尾的回顾了 接下来我们才看到真正的主角们 一群英国的8加9 超厚化妆以及明显动过的双唇 还有其中一个烟酒嗓 严重到没办法尖叫 我们一开始就看到女主角正因为之前被跟踪的创伤而做心理慈伤 而她的好闺蜜们为了让她散散心 决定到大自然之中包动民宿 这个民宿位于何处 没有错 就是白母森林 你知道这有多蠢吗 片头动画就是一堆报纸和电视新闻报道说 白母森林不断有人失踪 还发现肢解的尸体诸如此类 其中有好几句新闻报道还重复了大概5次 那这群人怎么还敢来这里 而且女主角还有被跟踪的创伤 你们还选这种鬼地方 根本是想害她吧 不过还有一个闺蜜迟到迷路 还到了一个近乎荒废的奇怪修车场 这段极为意义不明 跟小熊维尼没有关系 还突然出现两位没有其他戏份的路人 而这个迷路的闺蜜当然马上被维尼抓走 更是非常没必要的把她衣服扯烂 直接露出两球 我是说这虽然是C级片 但真的是要拍这种东西吗 至于这些恐怖动物的设计则更为荒谬 就像是Animals MV中出现带动物头套的人 导演也没有利用小熊维尼的题材来稍微婉转嘲讽一下 没有口气 没有敲敲自己的头思考 任何小熊维尼特性都被沉默的老梗杀手取代 比较有趣的大概只有维尼用受害者的头发 编织成鞭子来编打Christopher 没有错他还没死 但是他才打了四下 背上就出现十几条疤痕 而且这里还意义不明的拍出维尼回忆他与Christopher的童年 流出过于浓稠的眼泪 结果在回忆完之后还疯狂虐待Christopher继续杀人 所以这段回忆到底有什么意义 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 在电影后半段我们还看到维尼吃蜂蜜 但他不是真的在吃蜂蜜 只不过是把蜂蜜往这个做的没什么说服力的面具上乱抹而已 根本就没有想要尝试把它做得像真的动物 不明所以的故事和角色在虐杀片类型之中 早就不是新鲜事了 不过这部电影的技术层面也同样有趣 其中有好几场戏都加了明显的电脑动画迷雾 太阳这么大为什么会有这种雾 还有神奇的打光一会儿是正常太阳光 下一秒就马上变得比文青的IG还要暗沉死灰 除此之外还不断用斜角镜头 斜角镜本来是要让观众感到不安的 然而这里的斜角镜几乎没有任何目的 也没有提升气氛 反而让人觉得是不是单纯摄影机没有架好 剪辑更是神奇 例如其中一段用一颗镜头进入森林 好似需要我们感受到随时会有东西跳出来的紧张气氛 但完全没有 而在深入森林逐渐淡入黑画面之后 又马上接到一个阳光明媚的shot 其中更是有好几场戏在几乎一模一样的镜位之间来回剪接 不知道他以为这样剪比较能塑造剪凑感 又或者是他们真的觉得这几个一模一样的镜位 看起来真的有差别 而且还有其中一场戏拍着一个王美虾妹在露天浴缸里自拍 这段实在是常到让人怀疑导演只是想拍一个比基尼女子来服务粉丝一下 但是看这一段一段特写她的胸部 那大概也不用怀疑了 都讲成这样了 你们一定很好奇这部电影还有什么神奇的元素 就让我来随便举例这个好了 例如其中一场戏在维尼杀了其中一个闺蜜之后 几人简章在房里跑来跑去 到厨房拿了刀之后 女主角才赫然想起自己的带枪 我是说我之前有被跟踪过 生性多异也合理 但突然掏出一把枪也太胡闹了吧 而且他们看到维尼在窗户上用血机写下了滚出去几个字 你知道他们反应是什么吗 你知道他们说了什么治理名言吗 无论人是谁杀的 大概也写下这几个字 我没有在开玩笑他们真的百分之百严肃的讲了这句话 接着更说不用担心这字集是写在外面的 阿罗在拍片的时候真的没有人指出这台词有多难以理解吗 自己在外面就很安全吗 就代表他没有进来吗 玻璃是打不破是不是 其中一场戏 两人在走着躲避维尼的时候 一个人突然转身说我爱你 另外一个人回答我也爱你 接着小猪就突然出现把其中一人打晕 而另一个人出于不明原因自己跳到池子里 这里应该是想拍出滑倒的感觉 但是看起来就是他自己跳进池子里 而游泳池旁的小猪就这样拿着铁链往池子里打 结果打了两下都没打中 有点像是在玩钓鱼的感觉 接着小猪就跟着跳进去追赶 而那名女子也不赶紧上岸 这池子宽也才不到三公尺而已 还有另外一场戏 其中一人被维尼绑架回秘密基地 在醒来之后 维尼就这样跟千千万万的迷音一样突然转头 配上她那面无表情的面具 绝对是年度最佳喜剧画面 然后维尼就赏那女子十八掌 而且这八掌看起来超不通 就只是轻轻画过而已 此外其中还有一个角色看到维尼之后 说那看起来不像人类 对那看起来真的是不像人类 那只像是个戴着面具的人类对吧 你不是有一卡车的律师吗 你怎么会这样让你的经典人物被糟蹋 在我们真正需要你保护我们童年的时候 你怎么就这样失职了 这也是你的错YouTube 在过去这种东西只会被拍成一部15分钟短片 po到YouTube上 但就是因为你们对创作者超不友善的黄标机制 这条路也不可行了 而那些拿着相机想要拍出自己脑袋里幻想的人 只能去拍电影了 事实上你知道吗 这就是你的错 没有错就是你 还有你 你的爸妈 你的祖父母 如果你们这些人没有觉得小熊维尼这么可爱的话 他就不会这么受欢迎 我们也不会看到这种鬼东西了 就是你这么爱看立方看蓝片 我们才要在这里一起受苦 你知道吗 这也是Tom Hooper的错 如果他当初没有拍猫这种鬼电影的话 我就根本不会开始做这个系列了 还有这也是我自己的错 明明知道会如此痛苦 但是为了流量 为了大家的娱乐 我还是站在这里 勉强看了这一部电影来受苦 Why Are we still here Just so far 不过跟一整群人一起看这一部电影 嘲笑他烂得有多大胆 真的蛮好玩的 如果你看电影就是为了娱乐 就是为了笑 这部电影充满能让你笑到肚子痛的时刻 无论他是不是故意的 不过乐趣才刚开始 在这部电影片尾最后 画面上跑出这整部电影最恐怖的一句话 小熊为你将会会归 没有错 他们也要学漫威来搞一个宇宙了 这部电影才花了十万 每次赚了超过两百万 他们绝对会继续拍下去 不要怀疑 而导演更是大胆表示 他会翻拍其他进入公众领域的经典佳作 像是 Peter Pan 小鹿班比 忍者龟 还有 雷神索尔 为了天 为了 Are we still here just to SUFFER?